今年夏天,电影版斗鱼重映了,十四年光阴,裴宇燕和于浩都没有变,只是荧幕又换了一波新人,安乙轩靠在于浩肩上笑着超甜。 当时第一反应是,十几年如一日,小燕子还是那个小燕子,眼神清澈,消眼如花,于浩还是那个于浩,还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男孩子。 再刷预告,电影最惊喜的部分大概还是安乙轩吧,预告片里一眼就描到了他肩膀上的斗鱼纹身,小燕子真的是我心头永远的白月光啊,这是一条回忆分割线,十四年前的夏天,台湾一部神话一般的零宣传却口口相传而火的灰色空间童话偶像剧斗鱼横空出世, 红了安乙轩,红了郭品超,红了张勋杰,红了粉,红了那首Lydia,迷离的眼眶,为何流浪,心碎的海洋每天放学,女生跟着同学去租蝶,看着小燕子和于浩哭得一塌糊涂,擦干眼泪第二天又若无其事上学去,男生喜欢这样堵在公交车前面装偶遇, 斗鱼的故事改编自小说小厨局,讲的是乖乖女与黑帮大哥的禁忌之恋,这部剧放在现在也算是大IP了,但是为什么叫斗鱼呢? 当时疼痛文学趁他喂飞鸟与鱼的爱情故事,而故事里,两个世界的人,可以是朋友,可以是仇人,可以措身而过,但是如果他们相爱了,结局只有走上灭绝的命运,就像飞鸟恋上鱼,拼了命想撕手一起,但却是害了对方,毁了自己,虽然题材很校园, 但制作精良,情节抓人,剧情有讨论性,尤其是演员的形象都非常符合观众想象,放到现在书分真的是都会抢着甜言的那种,眼眸清澈的小燕子,被暂时漫画里走出的少年的于浩和单子,04年台偶纳震,真的很会挑演员了,出来的演员放到现在个个都是动灵颜值特别是, 说起来他们都是仙人演员,可是演技真的非常微妙,仿佛角色就如同本人一样,不安世事的附加千金和高大英俊的小混混音意外相识相知相爱,两个人在暧昧时期的对视,把少年的意气风发,少女的郁语还修演得恰到好处, 确认彼此的心意之后,小燕子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勇敢表达自己的感情,二人情一年年时的共舞,不但眼神里透露着爱,连身高差都很可爱, 安以轩在电影里出演的是成年裴宇燕,一个转身就是十四年啊,小燕子还是温温柔柔的站在那里冲着大家笑,真挺恍惚的,而且这次安以轩还做了影版的联合监制,十四年过去了,小燕子依旧是记忆的模样,眼神融合了,笑容甜淡了,故事里那个B1的结尾在这画上问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是一条继续回忆分割线,安以轩真是演变了我心头白月光的角色,安以轩04年凭借斗鱼爆红之后,05年就紧接着出演了《仙剑奇侠传》的林月如,月如,那句吃到老玩到老,我们记到了现在,那滴泪让多少人坚定不移的成为肖阳月如党,也是这部剧让我get到安以轩的古装园, 包括后来握心肠胆李希施,《水浒传》中的李希施,尤其是牛郎之女里的之女造型,记得那正安以轩在内地荧幕堪称霸平,虽着服了一段时间,但之后的每部转折又能让他重新迎来事业的高峰,下一站幸福,让他迎来了事业又一次转折, 外弱内强的梁牧成也是把观众虐得不行之外,特别是这部剧《李安以轩》的演技,没得挑的,在今年播出的《独孤天下》中,他饰演的独孤般若却是十足的霸气果感, 以一己之力撑起了整个家族,敢作敢为,双伤在线,为了让家族的预言,他牺牲了太多,把一代独孤皇后的一正一邪,一冷一柔演绎的淋漓尽致,独孤般若与宇文户之间男强女强相爱相杀,的风头,甚至都超过了官方CP,大婚当晚,宇文户闯入洞房, 他居然说,泰师打算站在这里,看我们夫妻俩行雨水之欢嘛,本半湖CP党每次看到这一幕都要哭暈了, 这个柔弱的女子也有如此强大的气场,安以轩的每次出现都在给观众惊喜,这是一条羡慕安以轩的分割线,安以轩曾经说,有些事真的不用急,因为幸福就是这样冲向你, 去年三月,安以轩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那天的微博写得格外深情,每个字都荡漾着甜蜜的幸福感,看得心酥酥痒痒, 一千二百三十天前,你用了任意门突然闯进我的世界,而我认真的用了八百一十天去认识你,没想到就这样被你收服了,好吧,就陪你,吃到老,玩到老,永远不会老的小叮当先生, 未来的日子里,请好好爱护你的陈太太,她遇到了把她从三十八岁的女人宠成了十八岁的小女生的男人,把戏外的生活,过成了偶像剧, 不工作的微博就是和丈夫的旅行日记,除了和老公一起,就是妈妈和妹妹一起旅游, 安以轩也一再强调家人对她的重要性,只有两个小问题, 一,安以轩还学妹妹吗,可以跟着旅行拎行李的那种, 二,这种美貌和大长腿基因是真的遗传骂ZQSG的羡慕从任时到结婚,用了一千二百三十天, 这位公主顺顺利利稳稳当当,就把人生大事给解决了,还记得她们婚礼的布置是超美, 从场地到服装配饰,安以轩都有参与设计,嫁给了想嫁的人,眼眸里都是幸福事业上不断突破自己, 演技被人认可,感情方面,老公体贴,帅气多精,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这样家庭事业两不悟的安以轩,也算是人生赢家了吧。